杨过临死前说了什么 难怪谢迅滥傻无辜 黄山女依旧出手相助 出读《以天屠龙记》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失望 直到全书学了三分之一 我们才知道《以天主角》原来是张无忌 更让一些神雕迷们感到索然无畏的是 杨过和小龙女再也没有登场露脸了 不过既然《以天屠龙记》 是神雕侠侣的后续之所 金庸还是绞尽老只 将两部著作串联在一起 金庸借着郭敬黄龙夫妇留下来的《以天屠龙记》权文 他又借着飘然而至的黄山女 起到了承上旗下的作用 通过黄山女的言行举止 读者们可以推断出黄山女不仅是古墓派的传人 还是扬过小龙女的后人 此为承上作用 其次 借着黄山女 金庸推动了《以天屠龙记》的剧情 黄山女不但救出了差点走火入魔的张无忌 还击败周芷若揭穿了她的虚伪面具 此为起下的作用 随着任务圆满完成 黄山女说了一句神雕侠侣绝技江湖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张无忌 黄山女虽然有承上旗下画龙点睛的妙境 但她仍留下了一些让人大惑不解的谜团 纵观黄山女屈指可数的出手次数 有两次是为了救金毛失望谢迅 可通过《以天的剧情》来看 谢迅为了报仇 不惜滥杀无辜嫁祸给成坤 几年下来 谢迅手上沾了不知道多少无辜人的鲜血 对于这么一位最大恶极的魔头 黄山女为何要竭尽所能地挺身而出 不应该让谢迅恶有恶报 受到应有的惩罚吗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黄山女似乎却对峨眉派充满了敌意 在张无忌勇闯金刚扶摸圈的时候 一同闯阵的周芷若 趁张无忌分身乏术之际 突然倒戈相向 他施展九银白骨爪 拢在谢迅的脑门之上 企图击毙谢迅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另一边的张无忌正和三度拼比内力 还使出了圣火令上的邪恶武功 眼见异父危在旦夕 张无忌全身大汗淋漓 激进走火入魔 紧要关头 黄山女一声轻贺 他手掌翻处 已夺走了周芷若手中长鞭 跟着手肘撞中了他胸口穴道 右手激张 五指须弦在他头顶 说道 你要不要也尝尝九银白骨爪的滋味 周芷若动弹不得 闭目待死 黄山女的另一次出手 也是和鹅梅派有关 鹅梅派的进兆师太 不择手段编造谎言 被黄山女当场拆穿病之服 原文学道 墨地里黄影一闪 那黄山女子抖得飞身抢前 衣袖浮动 将枣和钉卷在袖中 黄山女道 若有人心怀叵测 以图浑水摸鱼 杀人灭口 那可人人管的 其实 黄山女对鹅梅派并没有敌 正所谓打是亲 骂是爱 黄山女的多管闲事 恰好体现了他对鹅梅派的偏爱 首先 倘若周执若真的杀了谢迅会如何 不仅谢迅命丧当场 就连张无忌也会走火入墨而死 谢迅是明教的护法王 张无忌则是明教的教主 周执若害死了明教之人 明教其会善罢甘休 要知道 当年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之时 即便双帮实力悬殊 明教上上下下仍是奋力厮杀 直到所有人都无法翻身再战 明教教众仍视死如归 原文学道 明教和天鹰教教中拒之今日大数已尽 众教徒一起挣扎爬起 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 个人盘膝而坐 双手食指张开 举在胸前 坐火焰飞腾之状 跟着杨潇念诵明教的经文 因此 黄山女看似是针对周执若 其实是化解了鹅梅派和明教的一场血海深仇 其次 黄山女将不断黑化的周执若扼杀在摇篮之中 而黄山女的这个举动也恰恰是搏乱反正 让鹅梅派重新回归正道 其实 黄山女之所以屡次协助鹅梅派 和杨过的临终之言大有关系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杨过带着小龙女 在华山之巅和群雄做一告别 临走之际 杨过望着伤心欲绝的郭湘 如此说道 小妹子 你好生保重 你若有何为难之事 虽无精真 仍可来 要我为你绊道 结果呢 郭湘追寻了足足24年的时间 杨过却销声匿迹 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 杨过聪明绝顶 他知道若再和郭湘相见 不仅会让郭湘越陷越深 还会破坏自己的家庭 让敏感单纯的小龙女 再一次愤然出走 不过 杨过可是神雕大侠 他既然对郭湘说出了诺言 必定会在暗中默默协助 直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杨过依然叮嘱后人 务必要协助鹅梅 毕竟郭湘和自己怨怨极深 于是 杨过的临终一言传了一代又一代 最终传给了百年之后的黄山女